大家好 我是冲先生 欢迎收看冲先生的频道 佩洛西访台已成定局 基本上不可逆转 有关我对他访台和中国回应手段的看法 以及他访台后改变的局势 之前已经有两集影片跟大家谈过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 我觉得接下来会引发的事件才是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地方 今天我会分析一下截至我目前即是2022年8月6日为止手上的资料 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在事件中的得失 同时我会推论一下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 先说明一下 推论的内容可能都是比较主观的 所以欢迎大家留言次教 在开始之前也提醒你 记得按右下角红色的按键去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铃铛 选择全部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更新了 关于我的纪念品网店 都可以回到Chunk.co 了解 而影片简介和片尾都有不同的方式或者社交平台 去联络我或者支持我 不阻止大家太久了 先进正题 首先我们先看看中国的得着 他们可以测试自己的打击和增援能力 亦可以震惑一下周边的国家 同时在军演里面都可以看到台湾地区的反应和调派能力 向世界宣示主权之余 将有心人士一直努力模糊的东西放在全世界的眼球前面 测试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反应 还得到了一部分国家的公开支持 失的东西前两集都说过 暂时看到的只是面子和军演涉及的费用 再看看美国的得着 成功由佩洛西挑战了中国的红线而全身而退 护航的艦队也很成功 面子工程做得很好 也成功建立了一个大美国的形象 给人感觉我的人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 都说一说他失去的东西 佩洛西和他的直系亲属被制裁 但就未公布细节 我猜应该都是关乎那些限制入境 在内地和港澳的资产 禁止和中国有关的企业 和他有往来等等 应该影响不了美国 但对他又或者他家人经商 退休生活等等 就一定大受影响 也传闻这几天中国的军演 其实是打倒海域附近美国的潜艇 不过就有待证实了 美国在今次的事件上 都损失了一些国际的形象 毕竟无论官方怎么割席都好 美国当着全世界的人面前 这样去挑战人家底线 落人家面就怎么都说不过去 最后都不少得 他们要应对中方的反制措施 例如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 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 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暂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 刑事司法协助 打击跨国犯罪 禁毒 气候变化商谈等等的合作 除了制裁 其实其他事听起来都还好 那我们继续拭目以待 轮到台湾地区 讲到好处的话 其实都不是完全没有 他们可以提早现场感受国家军演的震慑力 清楚知道对方不用登陆 都可以令自己倒上断电断粮 也了解到自己的装备不要说拦截 就连侦察到人家的攻势都有困难 空军发出了距离的警示 都没有实际做到什么 还有媒体说他们 实弹射击演练的时候 引起了自己火烧山 当然他们否认了 但看回时间非常吻合 他们更加传出了解放军 增加军演区和军演日数 这些消息在未有内地官媒确认之前 我是保持官网的态度 因为现在的情况 他们的讯息根本就不会互通 消息到底从哪里来呢 无论如何 其实他们应对的方式 都反映了一些实际的情况 慶行都是一场不用流血的教训 损失看起来就有点多了 那持武守中线 似乎中线就守不住了 台海中线消失得无影无踪 战机和飞弹 随时随地可以飞越台湾地区的上空 军演导致航班取消 进出口受阻 超过100间食品厂商的产品被拒绝进口 禁锅类水果和部分海产被暂停输入 内地暂停出口天然沙 也会影响晶片企业的生产 长久下去会影响经济 也自然会影响民生 最后市民就很容易意识到 谁在引狼入室 去破坏他们原有的生活 好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推算一下 之后可能会发生的事 首先 军演常态化 围堵军演只是一个前期 影响物资和能源输送可大可小 先不要说冷气和照明 严重的话可能连紧急设施都会受到影响 起初军演大家可能都会紧张 但一旦常态化的时候警觉性就会松懈 说不定有一天演一下演一下就登陆了 第二 它加大力度管控商品的出入口 中国内地是台湾地区的一大出口对象 如果被禁的产品持续增加 越来越多商家受影响的话 失业率就会上升 还会造成当地的民生问题 台湾同胞很快就会将反对台独的民意 在社会上显示出来 甚至会要求蔡英文给出一个交代 利用民意反逝其身 当然北京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 为你制造了一些贸易的顺差 你就拿钱去搞选举 买军火 搞台独 所以拿走你的零用钱 让你感受一下现实世界的残酷 另外一直之前没有严谨跟进的商品产地标准 我相信都会在日后严谨落实 必须要注明是中国台湾制造才有机会入口 第三就是借力打力 远距离影响美国 内地禁天然沙的输出表面上影响晶片 影响半导体的企业 但在岛上有一件事令美国非常焦急 就是台积电 现在全球骂晶片方 智能手机、手表、电脑、电动车等等 全部都需要晶片 对美国科技企业形成相对的影响 其实早就有人发表文章示警 指美国在先进半导体过度依赖台积电 恐怕会危及国家安全 现在就一语成参了 有人可能会想一下 台湾地区会不会有所动作呢? 例如一起军演 向一些地方打空气去演示一下自己 我觉得可能是有这个机会的 但作用就不大 因为如果级数差太远 打出来分分钟影响自己的士气 而且军演这家东西是要钱的 演下演下全货有限 到时真的打起上来不够用就麻烦了 与其一起军演的话 我反而期望有人出来和北京谈话解决问题 而且我反而比较期待美国的动作 他支持佩洛西进行反制裁的话 便商与承认访访台的行为是官方的 但又不能坐在这里等中国出牌 反正他们现在就是出师无名 助立不安地努力找缺口伸手进来 看下看下搞到我都有些等他心急了 那我在这里做一个大胆的估计 日后将会有更多其他国家的政要 导访台湾地区 一方面有人尝试将这个行为平常化 令他们间接以行动表示支持美国 另一方面他们会倒中国 不会制裁所有人 尝试挑起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 拉起两个阵营对立局面 反正冲突的地点不会在美国本土就是了 我觉得今次的闭门交纸不但厉害 还可以令到全世界都觉得你的儿子学坏了 跟着一个坏人是有需要去教的 其实这一次明显是一件政治事件 而不是一件军事事件 就连特朗普都看得出佩洛西这一行是中国的美梦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未看到呢? 所以如果到今天还在质疑国家为什么没有开战 你有这样的时间我建议你可以质疑一下佩洛西 如果他觉得中国没有人权和民主想去争取或申诉的地方 应该是北京才对 难道他去台湾地区握手拍照就可以改变了什么? 加上以我看来佩洛西就好像诅咒一样 他支持香港,香港将近被摧毁 他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战火连连 他现在支持台湾地区,我真的有点担心了 再者,向来重视人权的佩洛西 居然在南韩没有见到那位94岁的南韩慧安府 为他们发声维权,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一次佩洛西的访台事件 真的令到全国人民政治水平升了一大截 上次引用了孙子兵法的内容 今次容许我再来多一段描述一下现在的情况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意思就是上等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去挫败对方 其次就是用外交的手段去战胜敌方 再不得才是用武力击败敌军 最下策就是攻打人家的城池 攻城是不得已而为之,无办法中的办法 讲下讲下我发现好像三十六计都可以勉强代入一下 首先有人打算暗渡陈仓,混水摸鱼,借刀杀人后隔岸观火 甚至想推倒亚洲第一张骨牌,并且趁火打劫 谁知有人将计就计欲禽沽中,一色苦欲计后 就来一招闭门竹策换来传闻的掌声 其实佩洛西访台事件的这个剧本 在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做片讲过了,大家不妨去看 因为这一刻去看的话,我相信你会觉得自己在看一本预言书 不过,我有信心中国不但能破这个局 而且还很大机会可以和平地解决所有问题 最后奉劝大家,观其不与真君子,起手无回大丈夫 我们是最接近其局的观众,大家看还看,就不要大吵大闹了 对于事件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推测的话 欢迎留言,又或者直播来电,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好了,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赞好,留言和分享给朋友 加入会员,每个月一杯咖啡的价钱就可以支持我们的频道继续营运了 现在YouTube影片的右下方,还多了一个Thanks 的按钮 给大家支持这条影片的制作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